再來就是第一個日期 再來就是B到K 這個總共應該有算了10個欄位 那10個欄位的匯率 假如說我希望呢 不需要每次都要個別去匯製啦 如果要每次個別都匯製的話 其實還頗浪費時間的 那我們的需求是希望 可以一個就幫我匯一個在這裡 從M1這個坐標為期列 然後匯製一個寬500 高的話呢就是10列好了 到這邊10列 OK就是照這邊 OK那下一個就下一個10列 所以20到這裡 然後一樣是500 OK它就一直換下一個 所以呢它的坐標呢 第一次會是M1 然後在M21 在M21 M31 依次類推 那假如說呢 我希望有這樣安排 放這個 圖的話呢 那我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啦 如果你 不會寫那個 繪製圖的那個部分的程式的話 我教各位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錄製聚齊 那錄製聚齊之前的話 其實你可以先選範圍 這個範圍是可以先選的 OK這個範圍 你可以優標先選取A1到B1 然後Ctrl Shift向下 再來的話呢 錄製聚齊 那這個聚齊的話呢 也許你可以是給它叫什麼 叫折線圖 比如說是 折線圖 然後這個是美元的好了 美元的 美元的折線圖 OK 按確定 那接下來的話你只需要做什麼呢 第一個你只需要插入 這邊有一個折線圖的 有節點這個就可以了 很有節點這個 就是 選插入有節點的 OK 然後把它點下去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那你想說老師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 把這個 位置搬到M1 然後這個寬 調整為500 高的話調整為10列的高度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改 其實這個地方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程式修改就可以了 把這個聚齊剛剛的部分 把它停止錄製 接下來的話呢 找到那個聚齊裡面 就會出現有一個叫折線圖美元 就我剛剛給它的名稱 按編輯 那你會發現 其實主要的就只有 第一行其實可以把它刪掉 因為這個是 small score 這個是因為我剛剛有捲動滑鼠 所以它會錄下來 所以把這一行刪掉 上面的註解刪掉了 所以就其實主要是留下什麼 留下這兩行而已 那其實這兩行 有幾個地方可以變 這個把它刪掉 首先的話呢 這兩行 大概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可以看到了 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是active shift 這個指的是目前的工作表 目前工作表 那意思就是說 請你在目前的工作表 後面有個sharp sharp意思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圖 整一個圖形 幫我畫一個圖形 那 這個圖形的話 裡面就是add chart add chart 就是幫我畫那個什麼 我們剛剛的那個折線圖 不一定只有直線圖 其他圖也OK 像是什麼 十條圖 或者是圓形圖 等等的 都可以透過add chart add chart2 去幫我繪製 那後面呢 刮戶裡面呢 其實就已經有兩個參數 那這兩個參數實際上 就指的是折線圖 而且是有節點的折線圖 那我們其實 只需要在什麼呢 在這個刮戶裡面呢 再補上什麼 補上 這個總共四個參數 他就會幫我把 這個折線圖 畫在我指定的位置 跟寬跟高喔 所以喔 這個地方要補什麼 來逗點 兩個參數呢 就是 坐標 什麼坐標呢 幫我把 圖畫在m1這個 這個端點上面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個畫圖的概念喔 一定是左上角的 端點為坐標 所以呢 我就跟他講說 我的左上角位置在這裡 叫range 括弧 然後跟他講說m1 點 特別注意喔 先左邊 所以laps 意思就是說呢 在我的那個 m1儲存格的左邊這邊 這一條線 倒點 再來的話呢 再跟他講說m1的那個 所以再一樣 range m1點 上面那一條線 叫top tap 那你會發現 這樣子喔 一個range 一個laps 一個是top 那就畫出一個點 所以我如果把它執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就會剛好把這個圖 放在這個端點上面 OK 延伸出去喔 那 這個第一個喔 第二個的話呢 我希望他的寬喔 剛好500 高的話呢 剛好是 所以喔 後面 豆點 再來的話 再增加 第三個參數 給500 那高的話 給多少呢 所以再來豆點 豆點的話 高呢 幫我喔 就是多高 欸 就是一個儲存殼的高度就可以了 那當然你一個儲存殼 你可以指哪個 可以指這個 range m1 那高怎麼顯 高怎麼敘述呢 其實喔 你就點 後面加一個h 那你會發現喔 高度的話呢 有個屬性叫height 所以你假設 用這個當 我要的這個高度的話 那他就會 表示就是一列高的意思啦 其實他的高就是 指的是一列 ok 然後呢 如果我要10列的高度怎麼做 那很簡單嘛 乘上10就好 這樣的話呢 他就知道喔 你的寬號是500 那你的高的話呢 剛好就是10個儲存殼的高度 所以其實就是10列 所以會一直到這邊 然後500 ok 那我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唉 他畫出來的話 唉 這個圖表 裡面變成他底下 那應該是range 我看一下 樣式 source的話呢 工作表 recreation a1到b12 saurus 另外的話呢 其他應該是不用動他才對 就是增加坐標寬跟高 寬跟高部分 然後點slayer 再丟資料過來 我再run一次看看 這個畫一個圖 現在又變正確了 OK好 所以剛剛不知道為什麼 好那這樣的話就第一個美元的部分就完成了 那再來下一個當然就是人民幣啦 所以人民幣怎麼做 理論上人民幣呢 特別注意跟剛剛美元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剛剛是A1到B1 Ctrl Shift向下 那可是呢如果你要人民幣的話 記得喔你要先選日期 所以A1Ctrl Shift向下 然後呢再來優標再點 按Ctrl鍵 再點C1 再Ctrl Shift向下 那跟B有什麼不一樣喔 特別是喔它是分開來兩個範圍喔 OK 所以喔 如果你要產生那個人民幣的那個聚集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一樣錄是聚集 那這邊的話呢你就打一個 就是折線圖 然後人民幣好了 OK 然後按確定 範圍先選再按那個錄製喔 那一樣喔 插入 這個折線圖選這個就好 好 那位置不動啦 因為我們等一下自己改就可以了 好把它停止 停止錄製 好 然後一樣喔 這個這個可以先拿掉 因為待會這個 這個我 我們自己要搬到那邊去 所以一樣喔 請你怎麼樣 按一下這個聚集 裡面的折線圖冷明 你或者按V就被黑也可以 然後把這個多的註解拿掉 那其實你會發現喔 怎麼好像跟剛剛的 這個程式好像第一行一模一樣耶 欸對 其實我們只要把剛剛的這個 後面的坐標 直接坐標跟寬跟高把它複製 貼到哪裡呢 貼到剛剛這邊的後面就可以了 那第二步的話呢 因為我要放的位置 並不是要放在什麼 M1 因為如果這樣 現在執行的話 他會把它放在M1 我應該放在下面 所以這邊的話 應該把它改成什麼 M11 的Labs 就是這一點 然後M11的Tub 那寬的部分的話呢 跟高的部分不用動 因為跟上面是一樣 所以執行 欸有沒有人民幣就下來了 那當然喔 底下的部分的話 就是 如法炮製 不過呢 你可以分析一下 到底 第一個跟第二個 有什麼地方差別 跟各位講一下 底下這個 下一行的話 他意思是 set source data 意思就是說 我的資料來源在哪個範圍 你會發現 第一個是range 這邊有什麼 工作表1 驚嘆號 我是建議你可以先把它拿掉 二的話呢 請你把那個 錢的符號呢 也把它拿掉 因為我們城市的 這個地方 不需要加錢的符號 那這邊也是一樣 工作表1 然後驚嘆號拿掉 把那個錢的符號也拿掉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呢 最大的差別 就是 這個的話呢 是一個連續的範圍 那這個的話呢 它是兩個分開的範圍 中間加逗點 所以其實理論上 這邊跟這邊 那上面這個其實也可以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這跟中間加逗點 然後我可以什麼 把這個 複製過來 把它改成B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第一個範圍是 什麼呢 第一個範圍是日期 第二個範圍的話 就是它的那個匯率部分 也就是說呢 如果入好那個什麼 人民幣 美元跟人民幣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以這樣看起來的話 這個M1 下一個就M11 那如果下一個的話 應該是M21 再31 意思類推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這邊的話第一次是B 第二次的話是C 那可想見喔 第三個應該是D 再來的話就E 意思類推 一直到哪裡到K 欸 所以喔 我們要怎麼樣可以滿足 所以要想出一個規則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啊 不是說叫你再去 錄製 或者是說用複製貼 再去產生其他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程式 而是說你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寫個回圈可以解決 所以喔 下一個應該是歐元對美元 那當然不是叫你說歐元對美元 那我們可以拿這個來複製 喔 如果你用歐元的話 那就是什麼 折線圖歐元 然後這邊應該是21吧 這邊21 那這邊的話就是D OK 然後呢執行一下 歐元就出來了 欸 不對啊 其實這樣已經 會比突發列剛才快 可是喔 我如果今天希望喔 全部跑完 欸 1到 10D 欸 1到10欄 就是 B到K欄 自動幫我完成的話 那該怎麼做 其實喔 可以寫一個什麼 sub 則限圖全部 欸 那這個地方有10欄 所以你可以什麼 for i 等於1到10 欸 然後呢 想辦法可以讓這個地方 滿足 第一個變數 1 21 31 第二個變數是 b c de fg b到k 那至於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待會我們再來看 欸 這個地方要怎麼樣把它變成全部喔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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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